从来没有想过 戴口罩就好像穿内裤那样的普遍 握手竟然会成为尴尬的社交行为 哈喽大家好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邱明彦 我是陈先生 今天我们来谈谈 新冠肺炎疫情大爆发 到底教会了我们什么 由新冠病毒所引起的疫情 在短短几个月内 成为了全球性的大瘟疫 甚至有国际组织称为 这是自二战以来 全球面临最严峻的危机 如果新冠病毒是老天爷 给人类的一个警告 那么这场疫情 到底教会了我们什么事情呢 我们总结了八大点 第一 没有所谓的理所当然 疫情之前 我们理所当然逛街 理所当然群聚 理所当然上班 理所当然剪头发 但我们现在才知道 原来连出个门 我们都要深思熟虑 我相信 没有人想象过 这个世界 可以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 产生那么巨大的变化 所以呢 我们要好好珍惜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不要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第二 戴口罩是卫生习惯 疫情之前 每天没生病戴口罩 人家就会觉得你很疊败 但现在只要你不戴口罩 人家就会问你 Why 口罩如今已经成为了 生活必需品 出门戴口罩 就好像出门穿内裤一样 那么的自然和普遍 第三 握手是不恰当的社交礼仪 疫情以前 见人握手是很基本的社交礼仪 但现在握手成为了 非常尴尬的社交礼仪 因为每个人都很害怕 对方的手有病毒 如今有人发明了踢脚礼 也有人发明了轴机礼 但我个人非常喜欢传统的 拱手礼 我认为拱手礼看起来 更优雅又得体 第四 最好的交往是保持距离 在疫情之前 很多人喜欢和朋友群聚 搞万人party 如今为了安全着想 人与人之间 必须保持一米的社交距离 这场疫情教会我们 人与人之间不一定要常见面 如果思念 就网络见 或许这就是有些人所说的 距离美吧 网络上出现了一张梗图 说中了很多人的心声 2020年 很多人的愿望是 事业有成 有洋房豪车 能环游世界 但如今 唯一的愿望就是 好好活着 有大房子 大车子 固然非常好 但是有再多的钱 也要有命花 我们领悟到 平安和健康 才是最重要的 第六 平凡职业的伟大 疫情以前呢 人人对送餐员 快递员 电照车司机 没有太多的重视 但我们如今才发现 没有了他们 我们的生活会出现 很大的难题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 风雨不改地为我们服务 平凡而伟大 第七 家庭和谐很重要 疫情以前 大部分的人都过着 差好久玩弱的生活 没有太多的时间 没有在家 或者是陪伴家人 如今 人们多了很多 和家人一起共处的时光 如果关系不融洽 天天待在家 绝对是一种折磨 所以家庭融洽 非常重要 第八 非自然要有敬畏之心 恒河水干净了 羊儿自由了 海湿晒日光浴 在疫情期间 我们看到了很多动物 重获自由还有污染下降的新闻 一直以来 人类都不断地在利用地球的资源 来建立自己的世界 但却剥夺了许多动物的自由 还有破坏了自然生态 而在疫情爆发后 街上的人流变少了 却让自然生态改善了许多 这让我们意识到 其实人类并不高于一切 我们应该要拿捏好 和大自然并存的方式 否则人类将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以上就是我们总结新冠疫情 教会我们的八件事 不知道这场疫情又教会了你什么东西呢? 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 我是本来西亚南台的郑平燕 我是陈学生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就记得帮我们点赞、分享 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YouTube的朋友记得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